踏进校门后的第一关 红万线体温测量仪器 监控血统体温 访客额温测量记录后才能进入 校门只留一个出入口 掌握人员流动 层层把关落实防疫 新美市树林区三多国中校长林世庆表示 学校已经订定好一套防疫SOP 确保学生能在安全的环境放心学习 进校园然后到教室 我们都有一个SOP的程序 包含进校门口 我们会有一个体温的一个出塞出检 然后在入班早自习的时候 导师也会再做一次 全班级的一个体温量测 然后把它记录在这个记录表上 晨间打扫时间到 拿起浸泡过漂白水的抹布 将桌面门把等很多人会接触到的地方 加强消毒 离校前也要再来一遍 老师会带着同学进行每日消毒工作 而校方也已准备好包括漂白水 酒精肥皂额温腔的防疫物资 开学一到就会马上发给各班级 各班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一套的防疫物资 包含他们的消毒用品 还有他们的酒精 那班级导师就带领学生会定期的做这个班级消毒的工作 消毒车开进走廊 对准扶手 喷洒漂白水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进行校园公共跟户外空间消毒 西美市环保局树林清洁队来到三多国中消毒防疫 用SARS当时的消毒规格防疫 视同作战 所有树林的中小学 还有公托 公托那个幼儿园都全部喷洒 针对他们的户外 户外周围 还有厕所 扶手 扶手梯全部都喷洒 只要开放空间有办法进去我们都做 25号就要开学防疫作战各校严正以待 离底外外消毒绝不马虎 希望家长学童放心 彼此配合师生一起努力 记者梁安静 刘敏轩 新北市树林采访报道